我们等一下最后才一起来祷告,我们就继续来分享,我们刚才说到圣经其实教导我们很多两极的道理,那样子的震动在我们的心里面,脑海里面是不舒服的,可是我们看不见, 我们从哪里知道我们在震动呢?就是我们心情不好,我们容易发脾气,很急躁,很不舒服,那另外一种是很安静,不想讲话,很费事跟你讲话, 这个都代表了我们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一个人,因为你看耶稣本身是舒服的,所以有人不喜欢他,不尊敬他,他OK耶, 他那个里面的那个叫什么,内在的那个人啊,很坚强啊,很好的,就是他里面这个里面的内在,他里面的人是很坚强的, 所以他有办法面对各种环境,以至他能够有方法去面对各样环境,我们就不行了, 但我们就做不到,环境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环境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如果我控制不到,我不是人, 如果我控制不到,我就不舒服,因为我不舒服,我们跟耶稣离得很远, 我们跟主耶稣离得很远,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 不是只看圣经两集的道理,哦,原来是这样,哦,对,对,对,不是这样子, 我们并不是单是看圣经的两极的道理,然后看到,啊,是这样,是这样, 而是要看到之后,问说,那我怎么办啊,而是看到之后,究竟我自己怎样去做,哦,原来我不舒服, 原来我自己不舒服,原来是正常,原来是正常, 原来这个不舒服,引致于我的脾气这样,原来这个不舒服,引致我自己的脾气不好, 引致我这么急躁,引致我这么想控制,引致我这么多要求批评, 引致我这么多的要求批评,我们的年纪啊,一定要认识自己啊, 我们的年纪必须认识自己,如果到我们的年纪还在怪旁边的人, 如果去到我们这样的年纪,仍然不断地怪旁边的人, 很可惜哦,要跨入老年会很辛苦, 到你跨越老年的时候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帮自己, 那所以里面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耶稣, 所以我们里面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主耶稣, 里面这个人让我们去跟耶稣来对照, 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跟主耶稣来对照, 原来耶稣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相信,是现在的相信, 主耶稣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相信,是现在的相信, 我们每一个分钟,原来都要拿出信心, 原来我们每一分钟都需要拿出信心, 可是很抽象, 但是这个很抽象,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从圣经里面你会看见,原来我们并不孤单呀, 在约翰福音书,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 我们非常认识的一家人, 我们非常认识的一家人, 这一家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记录了一件事情, 耶稣的好朋友就好像我们今天人生很真实的生活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生一个真实的生活一样, 有一家人, 姐姐叫马大, 她的弟弟叫拉撒路, 那么耶稣跟他们还算蛮亲近的我, 主耶稣跟他们都是挺亲近的,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很熟了, 我们不重复故事, 但我们知道马大, 他有想法, 因为对这段的经文, 我们都是很熟了, 我们不重复故事,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马大有他自己的想法, 马大看到耶稣的时候说,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 马大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就跟主耶稣说,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呢? 你看, 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看, 现在来不及了, 四天了, 已经四天了, 马大会说话呢? 马大都很懂得说话的, 耶稣说, 马大说, 你注意看前面, 耶稣说, 马大说,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说, 然后马大又在那里说, 然后主耶稣又说, 马大又说, 好像我们哦, 就好像我们, 可是马大的表现是不错的, 因为他们家发生了大事情, 因为他们家发生了大事, 这个大事是一个灾难, 悲惨的事, 这个大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灾难, 是一个悲惨的事, 才四天哦, 马大可以讲话, 马大可以讲话, 想想我们, 想想我们, 你们家如果有大事情, 如果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 主耶稣如果真的问你, 如果主耶稣真的来问你, 我们回答得出来吗? 我们还可不可以讲出说话来呢? 我们可能就是, 啊, 不要跟我讲话啊, 然后我们可能的反应就是, 啊, 那不要跟我讲话了, 我已经很惨了, 这时候马大他回答, 如果你早一点来, 就没事了, 但是当时马大的回答就是说, 你早一点来, 那就会没事了, 二十三节耶稣说, 你相信你的弟兄会复活吗? 二十三节耶稣说, 你相信你的弟兄会复活吗? 你的兄弟必然会复活,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哇, 这个马大好像我们哦, 这个马大好像我们一样, 我知道, 我知道, 在末日他会复活的, 我知道在末日他会复活的, 这段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段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看到我们的信心吗? 有看到我们的信心吗? 主耶稣真的知道我们的信心, 主耶稣真正知道我们的信心, 所以写了这段话, 给我们比较一下, 所以写了这段的话, 你都让我们比较一下, 你看到耶稣讲的是现在, 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是现在,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有信心哦? 马大有信心哦? 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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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知, 我知, 那一天会复活, 那一天他会复活, 但是你来太慢了, 但是你来得太慢了, 马大讲什么? 马大在讲什么? 马大在讲未来, 马大在讲未来, 但是现在可惜呀, 来不及了, 但是他现在就在讲, 好可惜呀, 现在来不及了, 像不像我们? 像不像我们呢? 我们的信心很像马大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就好像马大的信心, 主耶稣完全知道, 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我, 今天我的信心是不是信未来, 我们现在的信心是不是信命的来, 但是没有现在, 但是却没有现在, 现在不改变, 现在不改变, 就一直梦想以后会变, 然后一直在梦想以后会变, 比如说现在我问大家, 比如说我现在在问大家, 弟兄和姐妹, 你们相信未来有天国吗? 弟兄和姐妹, 你们信不信未来是有天国吗? 是信的, 弟兄和姐妹, 将来想上天国吗? 弟兄和姐妹, 是不是相信将来会进天国吗? 想上去, 想上去, 没问题吗? 没问题, 相信耶稣以后会救你吗? 你会不会相信主耶稣以后会救你呢? 是信的, 都是信未来, 但是这些是信未来, 耶稣问的是现在, 但是主耶稣是问现在, 你现在信的话, 你为什么不变? 如果你现在信的话, 为什么你不变呢? 你为什么不改? 为什么你不改呢? 他问的是现在, 他现在是问现在, 你现在就要靠耶稣啊? 你现在就要靠耶稣, 不是坐在这边, 信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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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哇,你想对吗? 你想怎么样? 信信我会上去, 呃,我不想去, 他就不停在这边问你, 然后你就说, 信的, 我现在不是那, 我现在是相信未来, 可以上去, 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想去,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想去, 你看, 多么会保养, 我们做你这么会保养, 什么都知道要吃好的, 我们每天都知道要怎样吃好些, 很怕上去, 很怕上去, 是不是呢? 越老越不想去, 越老越不想去, 一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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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那儿做运动, 因为不想去啊, 因为不想上去, 我很想去, 但是我不想去, 我都想去, 但以后其实就是我不想去, 耶稣用马大的故事教我们, 我们今天是要现在, 他说, 此时此刻, 现在的信心, 才是信心, 他就是随时随刻, 就是现在的信心, 才是信心, 并不是一个梦想, 而是现在, 有了现在, 你才有明天, 你现在没有现在, 如果你现在没有现在, 你光是说明天, 耶稣就要斗证我们这个, 主耶稣就是要斗证我们这个, 马大说, 我信心心心, 你看他也是跟我们讲话很像, 我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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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 他会复活, 但是你太慢来了, 马大就好像说, 我相信我会復活的, 但是你来得太慢了, 耶稣如果现在出现在你的祷告里面, 如果主耶稣现在出现在你的祷告里面, 姐妹,你祷告什么, 姐妹,你祷告什么, 哎呀,你看我家啦, 我的家,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啦, 你在我家里各个各个各个, 这样是坏的啦, 只有我不坏, 各个都不好的, 只是我不好, 对啦,都不来聚会啦, 只有我聚会, 各个都不来聚会, 只是我来聚会, 那些坏人啊, 聚啊, 你说怎么办呢, 你说那些不好的人怎么算呢, 耶稣说, 那你信我, 可以改变他们吗, 就算耶稣说, 你信我就可以改变他们, 信信信信信信信, 但是你看多衰, 那跟着你又在那儿不停的信信信信信, 但是跟着呢, 你就看一下它多不好, 讲信啊, 好像讲一套, 做一套, 你讲信, 你讲一套, 做一套, 这个就是里面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里面的问题, 就叫做,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要求啊, 我们要求要求, 很多的要求啊, 但是觉得神你大概都不知道, 我有这么多的要求, 我们只是不断在里面, 不断的要求, 但是在那儿想着主耶稣, 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的要求, 所以就会出招, 自己会出招, 自己出招, 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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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招了, 出招吗, 出招, 对了, 我比较对了, OK, OK, 出招了, 你开始出招了, 死功夫啊, 该骂的, 该讲的, 你全部出来啊, 我相信, 相信, 但是我要出招了, 那跟着我就在那儿出招了, 跟着该骂的, 该骂的, 全部都讲了出来了, 大家在那儿出招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主啊, 你太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那儿, 主耶稣太慢了, 我比较快, 我比较快, 靠你啊, 太慢, 四天迪累了, 靠你, 七天太慢了, 你飞机都飞不到啊, 我等不及, 我要出招了, 所以我现在要出招了, 这个要管教, 这个要管教, 这个要对付他, 这个要骂下去, 这个要骂下去, 这个要斗政, 这个要斗政, 这样不停地出招, 主耶稣说, 你信吗, 主耶稣说你信了, 信, 但是你太慢, 信的, 不过你觉得是太慢, 好像马大, 是不是好像马大呢, 我们真的很像, 我们真的很像, 耶稣真的写出来给你看, 主耶稣真的写出来给我们看, 弟兄姐妹, 你的相信, 竟然是这样的相信, 你们的相信竟然是这样的相信, 没有现在, 没有现在, 只有未来, 讲得多么漂亮, 讲得多么好听, 但是现在不变, 信不到, 信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 信心的问题, 其实是跟, 里面那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信心的问题, 跟我们里面的一人, 是有直接的关系, 讲了三天之后, 讲了三天之后, 你发现说, 原来, 里面的这个叫什么, 自我的形象, 是在讲信心, 其实就讲了三天以后, 就是我们里面的, 这个意志我的形象, 就是信心不足, 哇,你看要写这么多九个, 让你check,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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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麻烦啊, 原来是在讲信心不足, 原来, 写了这么多, 写了九点, 然后叫你们去check一下, 然后讲了这么久, 然后就是讲到信心不足, 你就知道我们人, 有多么的硬啊, 不回头啊,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几个干硬, 是不愿意回头, 要用这么多的吸管, 叉叉叉叉, 让你吸啊, 才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用很多的吸管, 然后先去插下去, 然后先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 平心静气问自己, 我今天相信什么, 所以我们平心而论, 不敢问一下我们自己, 究竟我们今天相信什么, 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吗, 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吗, 那那个死对我是什么意思, 他的死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耶稣为我活了吗, 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活嘛, 那个活对我是什么意思, 他的活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 想想看, 我们要去想一下, 我的分享是这样的, 我的分享是这样的, 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你就知道全部是一起出, 我们就会看到, 是全部一起出来的, 这个东西的力量, 今天有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这件事的力量, 究竟今天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一, 我怎么样死, 我怎么样去死, 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 我里面这个人怎么死, 我们里面这个人怎么样去死, 什么叫活, 怎么样叫活, 分享, 死了之后的耶稣, 跟活过来的耶稣, 不一样的, 我们分享的就是, 死了的主耶稣, 跟他活过来的主耶稣, 是不一样的, 复活的耶稣, 是不用开门, 就可以进那个门的, 因为复活着主耶稣, 他不需要开门, 他就能够进入门里面,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那个缝形状变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形状已经改变, 有变才说他活了, 这个变然后才说他是活的, 今天我怎么死, 今天我怎么样去死, 我怎么活, 我怎么样去活, 你所有的东西只要变了, 你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说话变了, 你说话改变, 想法改变, 动作改变, 你才能说, 耶稣的死跟活, 跟我有关系, 然后你才可以说, 主耶稣的死和活, 是跟我有关系, 一辈子到这个年纪, 如果你说, 我性格本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经过一辈子, 然后你在说,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没有活, 那你就没有活了, 耶稣对你没有意思, 主耶稣对你是没有意思, 你只是信未来, 你只是相信未来, 你信现在, 因为我性格就是这样, 你又说, 我性格就是这样, 你信耶稣信这么久, 性格是这样, 想死人, 如果你信主耶收信, 那么久都是这样, 就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现在怎么死, 所以我现在怎么死, 就是我要选择, 这个就是我要选择, 紧张的事情出来了, 紧张的事情出来了, 冲突出来了, 冲突出来了, 不能控制的情况出来了, 不能控制的情况出来了, 超过我本来计划的情况发生了, 感谢主, 这个是要让我做选择, 感谢主这一切都是要让我作为作选择, 我要死, 我要死, 就是我本来的想法, 本来的动作, 要放下去, 埋掉它, 就是我们本来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 都是要将它埋葬起, 然后跟它说再见, 我的形状要变, 我要变成新的东西, 我要变成新的东西, 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的想法不一样, 说话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 动作不一样, 动作不一样, 你才能说我的信心是现在的信心, 然后你才可以说你的信心是现在的信心, 主我愿意改, 主我愿意改,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句话我们不说, 说不出来, 因为自己很硬, 经历人生这么多之后, 经验很多, 什么都可以控制, 忘记了, 你控制得到未来吗, 你控制下雨吗, 你可不可以控制下雨呢, 你高估自己, 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们慢慢练习, 我们要慢慢练习, 所以现在我要改变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改变什么, 就是我现在选择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选择什么, 你看哦, 每天主耶稣在24个小时里面, 给了我们环境, 就是主耶稣24小时里面, 给我们一个环境, 来证明我们24个小时, 在不同的环境每一个分钟里面, 我怎么证明我是主的人, 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24小时里面, 每一分钟在不同环境里面, 证明我是主的人呢, 不是跪在这里一直祷告, 并不是单是跪在这里, 不断地祷告, 因为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一个环境, 因为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情景, 一个环境, 神很聪明给了我们家庭, 神很聪明给我们一个家庭, 你在家庭里面怎么证明我是主的人, 我们怎样在家庭里面证明我们是主的人呢, 一定是有我的需要, 首先就是必须有我的需要, 你一定会有需要的, 你一定有需要的, 那个需要不论做得到做不到, 我就是要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需要, 无论我们做到或者做不到, 我们都是需要的那样东西, 因为这个是里面的东西, 要承认, 我们要承认的, 然后第二, 那这些需要里面, 我要放下什么, 就是这些需要当中, 我们需要放下什么, 我要埋葬什么, 我们要埋葬什么, 我要丢掉什么, 那一些是旧的东西, 有一些是旧的东西, 那一些是我要变的东西, 有一些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我要挑战自己什么, 我们要调整自己的什么呢, 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 你以为是这样起床, 哎呀, 喝咖啡 男人进化 去逛街 买点菜 买东西 批评两句人家 计较两个东西 计较两样东西 然后我又去教会喝茶 朋友又见到你们了 差不多都还没死 回家了 一天过好快 我们是这样过日子 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 那就要小心 对不起 我真的要跟你们鼓励 我真的要跟大家鼓励一下 因为三年了 我们可以吃硬东西 吞下去 我们可以吃硬的东西 可以吞下去 24个小时 你遇到的人是谁 配偶 孩子 朋友 教会的人 在什么地方 家里 是其中一个环境 工作 是一个环境 教会是一个环境 你在想还有什么环境 我不知道你有多复杂 你再想一下 还有什么环境 我不知道你有多复杂 好了 有了这几个环境 就开始问自己 我怎么证明 我是主的人 就是有了这几个环境之后 我们要去想一下 究竟我们怎么样证明 我们是主的人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 我放下什么 我改变什么 我改变什么 我挑战什么 我要挑战什么 每一天会不一样 每一天会不一样 一段时间之后 你跟我就进步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跟我都会进步 我们做不到的主耶稣 就要帮我们 我们做不到的主耶稣 就会帮助我们 因为这个在表达 这件事 在表达我现在的信心 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能够表达 我们现在的信心 你不用讲天国 你不需要讲到天国 天国是现在 天国是现在 你也不用讲耶稣 你不需要讲到耶稣 什么天父 不用讲到天父 耶稣天父就是现在 因为耶稣和天父都是现在 你要把这个字变成现在 这样的现在 你就是将这一切都变成现在 现在没有 以后就没有 现在没有的话 以后也都会没有 现在有 我们做不到 主耶稣帮我们 我们就可以有明天 如果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做不到 主耶稣帮助我们 那跟着我们就可以有明天 因此我们才能够 从每一天的时间 生活环境 去看见自己在改变 所以我们就可以 从每一天的时间 生活和环境 在见我们自己不断的改变 我们才能够 跟路上不认识耶稣的人 不一样 那我们才可以 跟路上 我们不认识耶稣的人 是不一样 我们也才能够 不再谈 什么自我的形象 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我们不再在那里 讲自我的形象 因为自我的形象 是社会教的 因为自我形象 其实是社会教的 我们是里面的新人 我们是里面的新人 好吗 好吗 三天了 三天了 可以了 你们这么难过 你们的脸很苦啊 你们的样子好像很惨 好像在想说 饮茶不行吗 好像 我可以喝茶呢 用来骂我 有 饮茶都骂我 可以的 我们可以变得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改变的 你看马大都写在圣经里了 因为马大都写在圣经里面 你都不是第一个 你都不是第一个 怕什么丑呢 不用怕丑 马大走在前面 马大已经走在前面了 我算算算算算算 但是你太慢了 我在那算算算 但是太慢了 很好笑啊 你在读 真的很好笑 很可爱啊 如果你看 看 那我们就会看到 他很可爱 耶稣真的把 很事实的东西 给我们看 主耶稣真是给一些 很现实的东西 给我们看 不然应该主耶稣 不会写这一段 给我们看 如果不是主耶稣 应该不会写一些段 给我们看 因为不好意思吗 不好意思 应该会写那种 很坚强的给我们看 应该会写一些 很坚强的给我们看 哎呀 这么 圣经这么珍贵啊 他要写 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又说什么 他又说 写这么多的对话 要是有意思了 圣经的那种 这么珍贵 他仍然在那里写 他讲些什么 他跟着又怎么答 跟着又去讲些什么 跟着又去怎么答 这个当中 也是有他的意思的 你真的读啊 他寻了大概十节 两个人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其实耶稣就说 哎呦呦呦呦 你醒过来了 好像我们在教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像马大 如果你的小孩 好像马大 你已经知道 他在想什么 他还在那边 你的兄弟会活呢 然后他跟着 还在那里 你的兄弟会活 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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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太慢 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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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太慢 你知道 复活在我吗 你知道 我复活在我吗 知道 知道 但是你太慢 我知道的 不过你太慢 讲三句啊 你看 你会不会再讲下去 你还一巴下去 讲什么讲 讲三次 你还讲不讲呢 可能就这样打下去 好了 耶稣没有打人 讲完之后 还是一样哦 马大还是听不明白 讲完之后 都是一样的 马大都听不明白 你注意看 马大在那边 一直呱呱呱呱呱 很爱讲啊 讲半天啊 耶稣都没有说 你不要再讲啊 姐妹 你嘴那么大 马大不停在那里 讲主 耶稣都没有 啊姐妹你不要讲了 然后一巴打下去 所以你看 耶稣的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的爱 好真的 是好真的 他知道我们做不到的 他知道我们做不到 他写给我们看 所以他写给我们看 你们不用不好意思啊 你们不用不好意思啊 这个就是我们打的勾勾嘛 就是我有的做不到嘛 这个就是我们 其中要打的tick 就是我有的做不到的 但是我也打一个勾勾 说有一些我要改的 另外就是我们要打个tick 就是有些事情 我们是要改的 所以我们最后就想啊 所以我们最后想 一个人生里面啊 我们要练习 讲四件事情 我们一个人生里面 需要练习 讲四件事情 圣经道理 一定放进去 但是生活里面 我们要讲话 就是圣经道理 我们要放入心里面 但是我们需要去讲话 用这几件事情 提醒自己 我的讲话 要改变 这几件事情来到改变 我们自己 把这个讲话 我要改变 那个脑啊 就会慢慢慢慢 开始变得很温柔 很放松 那你的脑就会慢慢变得 很温柔 很放松 因为那个缝 那个形状 改了 因为这个当中的形象 已经改了 以后不会再讲 以后就不会在那里 讲死火了 或是说 还有什么 你们还有什么 很难听的 我不知道了 我们要讲道谢的话 我们要讲一些 道谢的话 讲爱的恩典的话 要讲爱 要讲恩典的话 昨天有练习 对不对 我们昨天都有练习了 不重复了 我们不重复了 我们把它做结论 这三天的课程 我们现在就做个结论 就是这三天的课程 练习说抱歉 的话 我现在讲的都没有说 是跟谁讲 现在讲的都没有说 跟谁讲 都是跟人讲 都是跟人讲 这人就是家人 这个人包括家人 配偶 孩子 教会的弟兄 和姐妹 同事 只要是人 练习讲这四件事 就是练习说这四件事 常常讲抱歉的话 常常讲抱歉的话 还要常常讲 道别的话 另外我们也是常常 讲道别的话 道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道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昨天我们练习了 什么拜拜 记得吗 讲拜拜 拜拜 昨天 昨天我们就在练习 在那儿说拜拜 这个要练习 这个需要练习 因为那个拜拜 里面带着祝福 因为这个拜拜 里面有带着祝福 不然你不常常说拜拜 有一次真正要拜拜的时候 你会经不起那个拜拜 因为如果你不经常在那儿说拜拜的话 到你真的有一次要经历这个拜拜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拜拜不是好像教会 走的时候 拜拜 你去死好了 拜拜 这样不是 但是我们讲拜拜 不是在教会走的时候 就在那儿拜拜 那个拜拜的意思就是说 你等一下发生什么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拜拜就是说 拜拜 走的走啦 拜拜 这个拜拜 跟着就是说 你一会儿你走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拜拜是带着祝福 这个拜拜是带着祝福 所以你从哪里练 从哪里练 从哪里练 练习 练习 知不知道 带着祝福的拜拜 就是带着祝福的再见 孩子 孩子 有办法 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天性是把孩子这样子 就是我的 我们的天性就是将孩子在那儿抱着的 这个孩子是我的 现在要转那个缝形状 是把手打开 舍不得 但是拜拜 主耶稣与你同在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改一个形象 就是我们要 把手放开 然后跟他说拜拜 然后是主耶稣与他同在 你十八岁了 你已经十八岁了 主耶稣带领你 主耶稣带领你 拜拜 就拜拜 那不是说赶他出去 而不是说赶他出去 而是你的心里面要开始变 而是你心里面要开始变 不然的话你抓住他 如果不是你不断地抓住他 你的人生会有遗憾 那你的人生就会有遗憾 里面会不舒服 你脑里面就不舒服 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设计好的 因为我们是被神创造设计好的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你就是被创造的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你都是被造的 但是因为我们够聪明 很多东西我们不要 但是我们够聪明 很多东西我们不要 我们只选我们要的 我们只是选择我们要的 不好意思哦 不好意思 我们是神的人 我们是神的人 你就要按照神的方法来过日子 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方法来过日子 四个道 四个道 道谢 道谢 道爱 道歉 道歉 道别 哪一个最难 你想想看 你想想 把他挑战自己 将他们调整自己 未来我们再相见的时候 到未来我们再相见的时候 我们在说话的事情上 慢慢进步了 我们在说话的事情上 就会慢慢进步 我们整个人慢慢放松 我们整个人慢慢的放松 我们的信心慢慢变成是现在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慢慢会变成现在的信心 就是我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我讨神的喜悦 就是我们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 我们去讨神喜悦 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的 我们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才能够谈老人的生活 然后我们才可以再讲老人的生活 不然的话 我们其实跨不到老人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不可以跨到老人 我说的跨不到 不是你不会老 这个话跨不到的 并不是说你不会老 你自动会老 你自动会老 就是里面会越来越不开心 就是你脑里面 就是越来越不开心 然后会越来越逃避 你越来越逃避 然后那个脑会越来越缩小 然后就越来越害怕 然后你就越来越害怕 这个就是我说跨不过去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说跨不过去的意思 你现在看到我们的长辈 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长辈 很有成就 他们很有成就 昨天说了 不会英文可以住在英国四五十年 太厉害了 就是我昨天说过了 不懂英文 可以在英国住四五十年 很厉害的 那么呢 你就看到说 我们会变老 然后我们慢慢看到 我们会变老 可是我要你们的厉害 是变成里面的健康 但是我们要将我们的厉害 是变成里面的健康 是带着主恩典的健康 是带着主恩典的健康 不然的话 我们会开始掩盖 如果不是我们开始掩盖 就是我们看外面 OK 我们看外面 没有问题 可是回到家里面 是不快乐的 但是回到家里面 就是不快乐的 但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会慢慢变老 就越来越害怕 就越来越害怕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教会 很多的长辈的心中 其实有很多的孤单跟害怕 我们不了解 其实跟着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长辈 他内心有很多的害怕 和孤单 这个我们不了解 但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 但是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 所以教不到我们功课 所以教不到我们功课 如果有一个长辈 愿意站在这里 告诉我们什么是害怕 如果有一个长辈 愿意站在前面 告诉我们什么是害怕 是这个教会的福气 这个就是教会的福气 大部分他们已经选择 不说出来 大部分的 他们都会选择不说出来 因为连说出来 都是一件害怕的事 因为连说出来 他们都这么害怕 所以才变成 我有机会了 所以变成没有机会了 我啦 我才有机会来了 所以就变成 我有机会来 不然你们自己分享 就进步了 如果不是 你们自己分享就行了 你们进步了 那我就不用做了 那因为你们没有讲 所以我就来假装讲了 因为你们没有讲了 所以我就来 那就可以讲了 就是猜一猜 猜一猜 你们在想什么 然后呢 就是想一下 猜一下 你们在想什么 随便写一些上去 然后你就 哎呀 对 我就随便写了上去 然后你们就说对 你们很可爱 其实是你里面 想说的话 其实这些是你们里面 所说的 我是猜出来的 我其实是猜出来的 所以呢 我是要预备 我们进入老人 所以我们需要预备 我们进入老人 因为未来 我们的世界 长辈会很多 因为在未来的时候 我们的长辈会很多 那你们也见过 新一代的孩子 对吧 大家也都经历过 新一代的孩子 我们会越来越孤单 我们会越来越孤单 我们的孩子会 会跟我们在一起 可是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那个情感的连结 很不一样 我们会慢慢体会 未来的二十年 我们会孤单 我们会慢慢体会 到未来的二十年 我们就会开始觉得孤单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一讲 怎么关注老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讲一讲 如何关注老人的问题 关注老人之前 一定要先关注中年人 就是我们 但是关注老人之前 我们需要关注中年人 就是我们了 我们用了三天 当注自己 重新思想 信心的问题 我们就用了三天 让我们重新 思想信心的问题 希望我们都喜乐 希望大家都喜乐 不喜乐我也没办法了 如果你不喜乐 我也没办法了 因为我带着喜乐 跟大家分享 很难得的 很难得的 就是带着喜乐 跟大家分享 主耶稣根据我们的谦卑 我们的相信 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明镜 zal研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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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